还要带你来看看这样的跑马 你看得清楚到底是在写什么吗 这是有民众经过了台湾大学附近的派出所 你看这派出所上头LED跑马灯 字突然这样整个暴冲 而且完全看不懂在宣导什么 他们就质疑跑马灯是在唱rap吗 好有网友呢 后来把影片截下来放慢才发现 原来一共居然有114个这么多的字 却在短短7秒钟马上全部迅速暴冲跑完 这个数字连世界最快饶舌歌手呢 每秒11个字恐怕也完全跟不上 派出所外LED跑马灯 缓缓跑出预防犯罪宣导 只是下一秒 嘴巴跟不上 更别说要看清楚 跑马灯像是突然失控 再看一次原本缓和节奏突然加快 难道是唱rap吗 什么东西 这个人家电子上面应该有点短路吧 好像宣导的事情 应该让民众大家更清楚才对 日前有网友经过台湾大学附近的 寺院路派出所 拍下这奇妙景象 有网友将影片放慢 仔细拜读都需有关反诈骗的宣导 全部加起来总共有114个字 却在7秒内跑完 平均每秒16个字 世界最快的rapper恐怕都跟不上 饶蛇歌手 是世界公认最快饶蛇歌手 平均每秒才11.2个字 到底在唱什么 完全听不懂 看出所跑马灯比这速度更快 警方表示 是原警有鉴于赖诈骗 越来越猖獗 想提醒民众 却第一次使用跑马软体 忘了设定秒数 才会跑出这种速度 已经立即修正 跑马灯标速 连世界最快rapper都望尘莫及 也难怪这影片拍摄者 会念到舌头打结 记得陈俊周观展台北报道